镜头来到东华副校 为了让学生能够对自治小市长选举有更多的认识 校长鲍明君在日前特别邀请了家长会长魏家贤 以自身过去的选举经验来跟学生们座谈分享 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透过这一次的自治选举 培养民主法治的精神 也期盼每一组候选人都能从中获得宝贵经验 东华副校家长会会长魏家贤 除了是现任华联县议员外 更是前两任的华联市长 副校为了让学生们对自治小市长选举有更深入的了解 校长鲍明君在日前特别邀请魏家贤 以自身过去的选举经验 来跟学生们座谈分享 让在五月份即将参选自治小市长的五年级同学 都到场汲取宝贵经验 那今天主要是要分享给所有的孩子 民主法治的一个过程 那民主式的一个选举 那很多的孩子在五年级的时候 开始要选自治市小市长 那我们也分享过去在重振的一些经验 跟竞选一些经验 那也希望提供给孩子正确的一些观念 让每一个孩子提出对于学校友善的一个政见 也能够实践的政见 那也让孩子能够赶快的了解到民主的一个过程 会后魏嘉贤也跟同学们建议 在政见的拟定上要充分的与幕僚沟通 更要注意政见的可行性以及合法性 不能用太过夸张的政见试图讨好选民 这就会变成无法兑现的拔蜡票 他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这场选举中 学习民主法治的精神 提前透过校内选举来培养公民选举应具备的试读能力 从国小时期落实公民教育 记者 徐丽晴 华林氏报导 委员 华林氏 있었